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常分娩是如何进行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那么什么叫分娩呢 分娩是指认成满28周及以上 胎儿及其附属物 自临产开始 到从母体免出的全过程 那么分娩的英文单词 有几个 neighbor delivery birth 都表示分娩的意思 但是我个人觉得 那么分娩用neighbor 是最恰当的 因为neighbor的原意 就是生产劳动 那么正常分娩呢 是一场重体力的劳动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有关分娩的一些分类 那么我们都知道 整个认成实现的划分 分为早期认成 中期认成 及晚期认成 那么早期认成呢 是指认成14周之前 而中期认成呢 是指14周到27周06天 而晚期认成呢 是指28周及以上 那么如果在28周之前 终止认成呢 我们叫做流产 那么28周以上 到36周06天 终止认成呢 我们叫做早产 而认成满37周 到41周06天 终止认成呢 我们叫做逐月产 那么认成满42周及以上 终止的 我们叫做过期产 从古到今 我们都在研究 什么原因导致了分娩 为什么人类怀孕 就只有10个月 而其他的俘虏动物呢 他们怀孕的实现不一样 那么实际上呢 这就涉及到分娩动因 分娩发动的原因很复杂 公认的有多因素 综合作用的结果 那么比如说 胭症反应学说 比如说内分泌控制理论 比如说机械性的学说 比如说神经介质的理论 那么当然这些理论呢 都是比较复杂的理论 那么在这一堂课呢 我们不用详细的讲 不过呢 如果我们能够详细的了解 分娩的动因 也许就能够解决我们 临床上一些异常的认识 比如说早产这一些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